当地时间1月14日 前2020年美国总统参选人杨安泽表示 他将以民主党人身份竞选纽约市市长 在纽约市曼哈顿区陈兴高地的新闻发布会上 杨安泽正式宣布了他要竞选纽约市长的消息 他表示自己竞选的主要原因是 看到了经济与疫情双重危机 想要帮助民众 杨安泽2020年在民主党内初选时 努力争取想成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 一路上收获了一批热心的草根追随者 他承诺建立全民普遍基本收入 每月向每个美国人发放1000美元 杨安泽在宣布竞选纽约市长时强调 要建立基本收入计划和无障碍医疗体系 并表示将实施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现金救济计划 帮助纽约市摆脱新冠疫情 还有十多位参选人已经宣布竞选纽约市市长 包括布鲁克林区主席埃里克亚当斯 纽约市主记长斯科特·斯特林格 和曾为现任市长白思豪工作的民权活动家 和律师马亚威利等 注册的民主党人将在2021年6月22日初选时 投票选出提名人 参与在今年11月2日举行的纽约市长选举角逐 杨安泽是土生土长的纽约人 中国台湾移民之子 他毕业于长青藤名校 是一名成功的科技企业家 如果竞选成功 他将成为纽约市第一位亚裔市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